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一个症状非常困扰他的生活质量 为什么呢 他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起来 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要起来 上厕所解水扬便 然后八点钟之前 因为他八点钟要去菜市场买菜 八点钟之前也是要拉几次 拉完以后觉得拉干净了 他才敢去菜市场 然后去了菜市场 也是要预防着突然之间有变异 然后要知道哪个地方有厕所 所以就非常困扰他这个生活质量 那他出院以后就找到何医生来看 找何医生来看 那何医生看他的时候 整个人的面色是偏白的 面色偏白 然后精神状态不是特别好 以前他可以说是我们医院的非常出名 为什么他说话非常大声 隔很远就能听到他的声音 那他这一次找何医生看 整个人比较虚弱 说话也比较小声 然后他除了这些症状 胃口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汗比较多 比较容易出虚汗 然后睡觉也是一般般 蛇淡红胎博白 卖咸 然后他除了这些症状 以前一直以来 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那就是整个下肢特别的怕冷 晚上睡觉 穿着那个厚厚的袜子 才能够睡着 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 都无药这样子 穿着厚厚的袜子才能够睡着 那何医生考虑这一个情况呢 刚刚讲的 我们再看一下 拉水扬便 胃口不好 出虚汗 然后蛇淡红太薄白 麦歇 下肢特别怕冷 整个人也怕冷 然后这些症状 中医主要考虑就是 脾胜阳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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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胜阳虚和医生用的是什么呢 用腹脂理中碗 这个致腹脂 10克 党生30克 干姜 10克 白竹用15克 治干燥10克 那这几个药呢 因为他也有少许的咳嗽 所以加了一个北姓的 12克来去治疗 开了6天给他 吃完6天回来复诊 他的水痒变得到明显的缓解 以前就是水一样的 现在稍微有点成型 但是一拉到厕所 还是会散 还是偏软 然后次数也明显减少 没有以前那么多 没那么频繁 然后回诊又开了6天给他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 回到复诊 他次数进一步减少 大变成型 以前非常困扰他的 这个症状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胃口也比之前好了 说话呢 也恢复着如常了 像以前一样那么大声 那这一个病例 何医生想分享给大家 那主要呢 就是想分享里面的一个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就叫做 李中丸 李中汤 忠诚要叫做李中丸 那这一个房子呢 何医生以前在微头条 分享过特别多次 很多次了 也分享过以前何医生 运用这个李中汤的一个 好的案例 也分享过很多次 那这一个房子呢 何医生以前教大家一个 一个公式 那就是脾胃的症状 也就是消化系统的症状 加上阳虚的症状 等于李中汤 你不管是你脾胃的什么症状 消化系统什么症状 比如说矮气啊 打嗝啊 反酸啊 肚子痛啊 肚子胀啊 腐胀啊 腐痛啊 大病异常啊 也不管你这些什么症状 消化系统什么症状 只要你是阳虚的 都可以用李中丸 都可以用李中丸 李中丸其实就四个药 刚刚说 党绳 肝酱 白 组织 肝草 这几个药 那如果是 比较严重一点的 特别是肩胛有这种肾阳虚的 比如说药细酸软啊 药比较怕冷啊 这个齿脉也是比较偏弱的呀 四摸不温啊 这种情况 时间比较久 比较严重 然后呢 伴随这种肾的这种症状的时候 可以用父子李中丸 也就是家长的致父子 那这一个也是有忠诚药的 父子李中丸 临床上运用 只要是病症准确 效果 非常好的 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 非常好用的一个方子 那何医生想就就想通过这种视频的方式 跟大家推荐这一个非常经典 非常有名 非常有效的这个李中丸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何医生有空也会跟大家进行回复 对一些有共性的问题 何医生会采用这种视频的方式 结合何医生的临床上的一些案例 何医生一些小小的经验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好的 关注何医生 健康不夸客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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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